在一些影视作品中 有着各种各样的角色 有好人也有坏人 因为角色不同 所以演员们说 面临的挑战也有所不同 在很多电视或者电影中 都会有一些是演皮子的角色 不过对于这个角色 能否饰演得好 可是演员们考验演技的时候 小编就跟大家来盘点 一下是演过皮子这个角色的演员 陈小春是演的皮子形象 可以堪称是经典 相信很多人都曾经有看过 陈小春出演的古惑仔 这部电影对于八十 九零后来说 印象非常的深刻 一直到现在 陈小春还没有撕掉山鸡哥的标签 不过这皮子形象 都是陈小春是演出来的 其实私底下的陈小春 跟山鸡哥的形象 可是大有不同 吴亦凡可是顶级的流量小声了 凭借着帅气的外表 成为了娱乐圈中的宠儿 不仅在隔壇中占据一席之地 还涉及影视圈 吴亦凡曾经在老炮儿中 饰演着一个皮子形象的人物 不过他的皮子形象差别 可是有点大 而且演技也是成为了观众吐槽的诟壁 在演技方面还是需要磨练的 张艺山霹雳脾气的形象 可是让人入目三分 曾经在出演淤醉的时候 可使让观众们眼前一亮 不过张艺山从小到大 给人的感觉都有些皮 但是在娱乐圈中的演技 简直就是炸裂了 其实现实中的张艺山 还是非常暖的 情商也很高 并没有那种皮皮的气息 要说前面三位都是模仿出来的话 他更是让人隔着屏幕都感到害怕 相信大家对这位演员 可是非常的熟悉了 他就是张耀阳 可能说到张耀阳的名字 大家不熟悉 但是你一定有看过他的作品 他曾经跟张曼玉和周润发 都曾经有过合作 而且张耀阳饰演的皮子 简直是不要太想 说起来张耀阳还是小编的童年阴影 看到他出演皮子形象的作品 网上肯定得做噩梦 不知道大家还知道 有那些明星饰演皮子 饰演得非常像的呢 欢迎留下他的名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